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你是什么 温柔体贴型的女仆 当然啦 还是你今天模拟一下 大家应该很想一想 今天假设 原来是有一个主人来到店里面 然后你要这个去服务他 你会来这个 女仆营业模式有没有一下 温柔体贴不是用嘴巴可以 感受得到的东西吧 没关系啦 我知道你是温柔体贴 我也是温柔体贴啊 对不对 蛤 蛤你看 她的反应跟你一样啊 什么意思啊 可是温柔体贴现在已经不流行 现在流行会骂人的女仆 对啊 就是越凶越好的那种 我一开始以为你是毒蛇啊 我觉得你这个比较适合你 对不对 大主人还敢给我过来啊 哈哈哈 还不快给我点餐 不是这种吧 没有没有 没有这么 呃 不太是这种 但我们家比较受欢迎的都是 比较毒蛇的类型 对啊 感觉是这样 就是 毒蛇 因为你如果把他好界线的话 其实还蛮有趣的 对不对 现在也很多人就是 他们不太 他们不太会机会 自己的性癖被女仆发现 他们就会很坦诚的说 今天可不可以拍 踩我的拍立得之类的 他们就如果觉得无所谓的话 他们就说 可以啊 那你就现在拍在地上啊 就是他们就会拍在地上 我也觉得到现在 现代人的接受度很高耶 而且我可以想要那个画面 就说 哦 没问题啊 就是很正常啊 好没问题啊 那你躺在地上哦 我来踩你 对啊 他们就会 他们就会从这里 就是 买一张小小的拍立得 就可以获得一份很大的快乐 这份快乐可能就是 他今天最有价值的东西了 我其实有问过 就是那个很抖眼的主人说 就是 呃 你这样到处去 你去其他店也这样吗 他就说 对啊 我去其他店也这样 然后我就说 那你有被拒绝过吗 他说 没有 现在大家都很放得开 都会愿意踩我 这样 然后我就说 我就有问他 说 那 就是 呃 既然就是被踩这么开心 那会不会 如果突然有胜利反应之类的 会怎么样吗 他就说 你也是很 你的温柔体力也是很 很那个 沉思果实的 我想知道就是 没有我想关心 我关心他 就是关心他说 就是 如果突然太开心的话 怎么办 他就说没有 他会忍住 我就觉得他很厉害 OK OK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这个全场最污的一定是你啊 没有啊 我觉得就是 很 呃 现在很 很 呃 这叫什么 很表明自己 的立场 的话 如果你是 用很正向的方式的话 别人就不会觉得你恶心啊 确实哎 如果你要隐 隐瞒然后 你要恶 你要恶的正大的光明 你不要那种色秘秘的偷看 或者是就是 猥琐的样子 其实大部分的人 都是可以接受 如果你觉得 哦 你是这样子哦 其实他们也遇过更多怪的人啊 哦 原来如此 我懂了 所以各位可以对这个 女仆咖啡店的女仆 那个诚实 对不对 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性癖呢 就直接跟他们讲 哎 对啊 你刚才怎么略过那个话题 我说我们今天想听一下 这个阿美的女仆 营业声线 营业声线 有没有 没有 没有吗 不能让这个客人模拟进来 然后你这个模拟一下这个客人 哎呀 欢迎光临 口气惊啥吗 这样子没有吗 没有这个啥必须一样吗 没有 哦没有啊 所以要得到你的这个服务 要去这个 那个什么 可雷先躲 可雷先躲对不对 然后那个指名阿美 也不用指名啦 如果我有上班的话 就会遇到我了啦 啊 那你这个 没有指名这种东西啊 啊那你 你就这个牺牲一下嘛 对不对 大家都想看啊 对不对 是蓝事 你们要说是 是不是蓝事 大家是不是都想看 都想听一下 营业模式哦 其实营业模式也跟现在差不多啊 就是礼貌礼貌的 让我们感受一下 这个 这个这个资深女仆的 对不对 这个这种 这个这个 街客之道啊 怎么样 好不好 我会付你低消的嘛 好不好 我会付你低消的嘛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就跟现在一样 也是很温柔体贴的啦 好好好 那那那 那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吧 我等一下就是假装这个客人走进来 叮叮叮 好 然后然后这样子 然后那样子 我我我OK 好 那我们 那个5 4 3 2 1开拍哦 好 5 4 3 2 1 叮叮叮 主人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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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个人吗 对啊 我一个人啊 哎 那但是你头上的猫咪 可能要多算一位哦 OK吗 哦 猫咪还要多算一位哦 哦 好好好 没关系 对啊 因为他会讲话呢 哦 对哦 我这猫咪确实是会讲话的啦 那个比较特别一点 好没问题 好 那我们这边两位请 然后 就把你带到位置上 然后 嗯 主人你是第一次来吗 对啊 对啊 我是第一次来女僕咖啡厅 我一直都好奇女僕咖啡厅 所以这个就那个 不知不觉的走进来了 哦 咦 所以没有任何人推荐你来我们家哦 你就这样子 我们家在地下室耶 你就这样走下来哦 对啊 那个 我有那个啦 那网上听说这个 这个 可雷仙朵 完蛋了 忘记名字了 不好意思 你们这家店的名字叫什么 可雷仙朵 这可雷仙朵啊 有一个这个赤身女僕啊 叫阿美啊 然后这个 嗯 这个技术高超啊 所以这个 这个就这个想来这个拜见一下 那他今天不在耶 他今天不在哦 不就是你吗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到你下班也叫阿美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的 用餐时间是一个半小时 那第一小时一份饮料 那你有两个人的话 就要记得点两杯饮料哦 好没问题啊 我想要点那个两份蛋包饭 然后请你帮我画画 然后给我试点魔法 还要 嗯 OKOK没问题 毕竟蛋包饭是我们女僕咖啡厅的特产嘛 好 那我这边 因为差点是现座 那就麻烦你稍等一下啰 好没问题 嗯 然后这时候呢 这时候基本上就是 客人坐在那里 然后就要看有没有闲事的女僕 对不对 然后会来跟你说话吗 这样子 女僕会主动会找个人说话吗 如果你头上有猫咪的话会啊 哦 可以带猫咪进去的吗 你本来说 不行 当然是不行 哈哈哈 哈哈哈 可以带会说话的猫咪各位 哈哈哈 会说话的猫咪可以带进来 主人你的蛋包饭好了哦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可以在蛋包饭上面试魔法 那主人想要在蛋包饭上面画什么呢 啊 你帮我画一个那个7414好不好 可以啊 欸你是KSP的粉丝哦 啊你知道KSP哦 对啊 这我超喜欢KSP的 他这个唱歌又好听啊 玩游戏又玩的好啊 对不对 就是年龄大了一点啊 除了这个缺点以外呢 这个我真的是个完美的这个 这个实况主 我也有在看KSP 那我这样子我帮你在蛋包饭上面画 7C是在画一只KSP的猫咪好了 既然你这么喜欢猫咪的话 对啊 那你还可以帮我试个魔法吗 我想要那个 那个看看这个女僕试的魔法 我第一次来我好好奇哦 可以啊可以啊 那 嗯 我们试魔法的话 要跟主人一起做这样子魔法 才会有魔法效力哦 OK吗 OKOK 别问题 好 那你要手跟我比个安心 好没问题我比爱心了 爱心 那你要跟我一起念哦 好 美味しくなれ 美味しくなれ 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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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我们都已经试过魔法了 他一定是熟的好不好 哈哈哈 你不觉得刚刚那个魔法很有热情吗 有有有有有 应该多越热了呗 有有有有 这个女僕的热情 这个自身女僕的热情注目在你一面了 我感觉到了 乱想怎么可能是冷的 对我刚刚已经这个 这个想象到这个 实际去这个女僕咖啡店的这个画面了 嗯 不是还有什么你说什么男娘咖啡店 还有什么男僕咖啡店吗 男僕都倒光了 男僕都倒光了 但是有 嗯 最近有几个是 男生 嗯 男娘女僕 对啊 我最近也跟男娘有点那个 有有点那个 有点那个什么 有点那个 有点过节 你知道我上次那个前几天的那个 那个有个男娘骑着一个超级大的男人 拿刀乱砍我 他最后被我处理掉了 不是那种男娘 那男娘也很有市场啊 就是 但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有发生过就是 那个男孩子长得太像女孩子了 以致就是只有老板知道他本体是男生 然后其他的女僕不曉得他是 男生这件事情 就是 管理值没有往下降 其他跟他一起上班的女生 都以为他是女生 这么夸张吗 那也太 那也太像女生了吧 嗯 可能就是声音 没有到 很低的那种 就可能声音是比较中性的女孩 那男孩子 了解 然后 嗯 他可能会在上班的时候 跟别人想要蹭蹭抱抱 就是 跟其他 所以他自己也隐瞒哦 对啊 他自己隐瞒 那间 那间店已经倒了 就是 被他弄倒了 因为 因为其他女僕非常生气就离职了 哇有唯一一个人在一间店 他引爆那一间店 就是 其他女僕不晓得 他是男孩子 然后就想说 哎 你过来蹭蹭抱抱就 蛮可爱的 因为他也长得蛮娇小 你过来蹭蹭抱 就跟你蹭蹭抱 结果最后发现 他是男生的时候 就非常生气 就是其他的女生就说 我们甚至可能还在同一个地方 换衣服什么之类的 对啊 对啊 我一直很像想的 对 他 因为那个 那间咖啡厅没有分开来 然后他也没有 诚实倚爆 所以 其他的女僕就非常生气 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 连老板都没有 讲这件事情 然后 那老板应该知道 他不然有他的那个 那个通通资料不是吗 有啊 然后确实 然后 结果就没讲了 那其他女僕就吓到就是 就是 很生气 然后又觉得很害怕 最后怎么被发现 我很好奇 最后怎么被发现 今天自己承认吧 自己承认 因为他们好 应该好像他们有怀疑吧 就是你是女的吗 嗯 这样子 看不到下面那一个 你穿裙子啊 穿裙子怎么会看来到下面 不是哎 你要知道真的 如果你真的会打扮 你们去网上看那些化妆的男女好不好 谁分得出来啊 还有那种就是 那种声音可以故意变成女生好不好 那那种就是 类似生幼的概念 根本就分不出来好不好 而且他如果长得很娇小 甚至可能 他穿的是那种比较宽松的衣服 你甚至可能还发现不了他的性别 现在很多这种啊 哦确实啊 肯定是青玉在搞啊是不是 青玉把人家点拆得太过分了 但还是要诚实以报 现在都有诚实以报 现在比较可以接受 男娘这件事情 蛮受欢迎的 我也觉得应该蛮受欢迎的 所以喜欢男娘的也都是男生吗 喜欢男娘的都是男生吗 对啊 OKOK 哎呀 难得才好啊 对不对 可爱的男孩子最好了 诶我刚问了 忘了我想问什么 好像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忘了 啊我想起来了 对吼我交给你聊一个东西是那个啊 之前那个 那个我们这个阿梅还跟这个啊 赤鬼伯伯这个 当过同事我突然想到 因为赤鬼伯伯以前当过这个女仆咖啡店女仆 嗯 那你们要爆料一下 哦他是养嘎的吗 养嘎 他不太是那种类型的 但他的粉丝很多 哦不愧是我们赤鬼伯伯 他从那个时候就累积蛮多粉丝了 我忘记他是先当一日女仆才来店里 还是他是正常应征上来的 一日女仆是什么事 就是如果你是高人气 像你瑞士蒂亚 你也可以来当我们的一日女仆 哦一日女仆 高人气角色 对对对对 他那个时候在Cosplay很 就是有一部分的粉丝很喜欢他 然后一日女仆就是可能邀请像 嗯有特殊身份可能 实况主啊或者是Cosplay之类的 来当就是等于 来当一日女仆这样 你就来这边工作一天这样 啊拍立得什么的就都算你的业绩这样 哦原来如此好有趣哦 好下次我们去当一日女仆 男娘 你要帮我化妆 他那个时候后来有当场管理职 他那个时候当场管理职的时候 店里面的业绩超好的 因为他很会写企划 他从那个时候就很会写企划 有哦不愧是我们的这个 最顶的赤鬼伯伯 对啊他很会写企划 所以他那个时候帮店里面赚蛮多钱的 但是他被挖走了 所以就太可惜了 女仆开不听挖走吗 对他被一间电影女仆开不听挖走了 可惜啊老板太烂了留不住了 这个是高人气的 诶可以叫老板烂的 OK了解了 我那个时候听到的 是他原本要去另外一间店 当就是开头 就是那间店还没有开始 他要去当就是那间店的店长 我那个时候 他那时候挖走了我们家两个管理职吧 就是我也要去开那间店 给个金竹爸爸 然后 如果那间店也倒了 没想到我们还活着 我可雷千朵 可雷千朵果然是最顶的 有耶有兴趣耶 就是这个女仆咖啡厅 感觉有这个户外台的事情可以做了 我上次去这个懒猫子咖啡厅 我也没有感受不到女仆的这个款待啊 我感觉到我是一个这个工商狂模 在那边 狂工商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你跟懒猫一起去吧 所以他们就会知道是你们在工作 就不会打扰啦 对啊对不对 我要想被服务一下啊 我想要感受这个女仆 那你可以跟女仆说啊 你有跟他讲吗 我是色孔吗 你没跟他说 他就不晓得要 可以来跟你聊天啊 我听其他人去都 我下次直接去这个新物语 然后跟他说 我想跟你聊天 我最近全爱 准备看这个 不要讲错话 这种超快的 你就说 你就说 就是想要找一些 女仆咖啡厅的题材 想要就是聊聊看 诶我跟你讲哦 我大几率 如果我不开台进去 对不对 假设我不开台进去 我大几率就是进去 点这个 点那个吃完走人的 哈哈哈 我就想我是色孔嘛 不想 那 那就 那你就体验不到 就是女仆咖啡厅 有趣的地方了 所以如果一个主人坐在那里 他会自己主动来找你聊天吗 不是我也妈对不对 那就是等他主动来聊 再看他 我就接招嘛对不对 就是打太极接招 呃 你也可以当主动怪啊 就是眼神对上 就可以聊天了吧 就是一个 我想跟你聊天的眼睛频率 眼神对上然后就battle了 那种感觉是不是 对 进入战 进入战斗模式 我看到你在看我了 主人怎么了 就是你也可以这样开杀 就是 对上眼睛然后就这样子 叮叮叮叮 这样子 那通常他们更多的是 看到你一直睁着你看 就是要他们水杯里面没水了 希望你可以 帮他们加加水 好可怜哦 帮他们教学 就比如说你们的客人 会有两个人的比较多吗 还是就是一个人比较多 一个人比较多 就是孤僻的人比较多 就对了 就是孤单的人 孤单的人想要女仆的爱 这样子 这样不是啊 因为两个人来 他们女仆就会 稍微放置他们 因为他们可能可以两个人聊天 如果你是一个人来 你就一个人坐在那里 然后看起来很可怜的QQ眼神 看着女仆 那女仆当然就会觉得 啊 一个人好可怜 把你放过去跟你聊天 这样 哦原来如此 确实欸 女仆咖啡厅啊 有没有什么心得啊 有没有什么 去过女仆咖啡厅的人的心得 就他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踏入这个女仆咖啡厅呢 现在都很健康的好不好 哪有什么 偶尔会晕传而已 偶尔会晕传啊 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什么就是 我好喜欢女仆 哇 然后那种超兴奋的 我看到女仆妆 哇 那种人没有吗 通常会有这种 就是比较兴奋的可能 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吧 嗯 但多半 都是 对啊 就想要找个人聊聊天而已 那边比较像是 李明办公室 就是去聊天这样子 李明办公室 什么叫宝串心的东西啦 蛤 就是 去那边跟大家聊天啊 然后也就是 打扮得干干净净的这样 大家就会跟你聊天 不就李明办公室吗 李明办公室吗 李长好 对啊 社区活动中心 对对对 没李长好 所以李明办公室可以进去跟他聊天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啊 不是李明 李明中心不就是 就是社区的人 大家都会住在那边聊天吗 我觉得就差不多那个意思呗 OK 重新定义你不咖啡厅 如果讲李明办公室 你们就会觉得好像可以踏进去 那你们就把它当做是李明办公室吧 可以下围棋吗 诶我之前 我的第一间店是 可以玩桌游的 就是 诶对耶桌游 店里面是有 店里面是有 对啊 就是第一间店是 我的第一间店是可以 玩桌游的 现在的店也是可以玩桌游 就是玩那种就是木桶 然后拿刀插那个木桶 会有海盗弹出来的那种 哦真的那个啊 危机一发 或者是什么积木的那种 很普通的桌游 女仆主要客渠到底是几岁 我觉得很多咩 20到50岁 对啊我感觉很 应该有那种年龄很大的人吧 你遇过年龄最大的人是多少 像是有一天上班的时候 我遇过 有一个七十几岁的来 他一个人来 一个阿伯 其实觉得你觉得好酷哦 他说他住附近 然后 他说他住附近 然后刚散步完 然后走下来 这个影片 跟女仆聊天 然后 我想说他才是把这里 当黎明中心的人吧 但其他女仆都不太 不太能跟他聊天 因为他聊的都是一些 old man的话题 然后他还以为我是老板 我才说不去啦 然后 之后你可以跟他聊就对了 对啊 old man 阿伯认证 没有啊就问他说 欸 怎么想要来 女文咖啡厅啊 就是这里都是这么年轻的孩子 会想要跟他们聊什么吗 然后他就说没有啊 我就想要来这个咖啡厅 看看漂亮的女生啊 不管几岁都一样吧 我就说对没错 是一个很诚实的阿伯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这样蛮可爱的吧 他感觉是有钱的阿伯 然后 欸我跟你讲 超级多 台湾超级多隐性富豪 就是那种穿假脚 穿假脚脱 穿个吊嘎 然后 然后穿西游街你知道吗 其他的妹子可能不懂 但我懂啦 就是这种看起来就是有钱的阿伯 就是 看起来就是那种 子女已经出国 然后 只剩下的他可能跟 或者是他可能也没有办 只剩下他在台湾 然后 平常就是 可能他也是做什么 包助攻之类的 他也就没什么事情 才会在这边闲晃好不好 如果很忙的阿伯 他不会来女不咖啡厅欸 确实是 可能就不错了 好我现在对女不咖啡厅 越来越有兴趣 欸 话说你刚刚去厕所 这个想去的人有45%喔 很多欸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看我们今天这样推广一下 大家都想去的 那记得来我们的 可雷仙朵 可雷仙朵 可雷仙朵你不咖啡厅 新手推荐去新物语啦 超级新手推荐去这个新物语阿 那他那边比较高级 如果你想被踩的话 可以去这个可雷仙朵 可雷仙朵比较偏向 你想被踩的 我们家 我们家有 有 我们家有 地下偶像 所以 如果也喜欢 地下偶像的 也可以来 看看 就是 跟饼仙朵不太一样 应该是 女仆是 有做地下偶像 身份的 YOLO有看的那个很厉害喔 YOLO有看那个是 超厉害的地下偶像 个人地下偶像 YOLO是懂看的 你一定不知道你老师在看什么地下偶像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看什么地下偶像 他在看叫做 Luca Banana 他是一个个人式地下偶像 Luca Banana 这名字蛮猛的 感觉差不多啦 4个小时了刚好 也辛苦你啦 你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你看起来是那种聊不够的人 没有吧 我有这么那个吗 难怪那个阿伯 那个七岁阿伯可以跟你聊这么久 下次要不要再找别人 谢谢大家 还有什么职业可以找 什么职业 护士 护士感觉可以很快 地下偶像要不要 我可以介绍你地下偶像 地下偶像不错 地下偶像 想不想听 地下偶像的音乐过程 有有有 地下偶像应该会不会 根本耳烂 有有有 有耳烂喔 他们的故事比较 特别吧 毕竟是另外一面 偶像部分的音乐 等等等等 我觉得应该很有趣 好介绍一下 Luca Banana 没开玩笑 我可以介绍Banana的好朋友给你 然后也是我们家的女婆 好没问题 来来来 都来 老板的再麻烦你问一下 好 你就问他说有个实况组 想去开个台 好啦 蓝石拜拜 拜拜 好 好